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朝鮮領導層對於韓國政府未能夠成功阻止的脫北者 在朝韓邊境的樹散發反朝單張 感到強烈的不滿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部長金宇正說明 現在已經到了朝韓關係一刀兩斷的時刻 而且還威脅要對韓動武 我們首先看看金宇正的聲明是怎樣說的 金宇正通過了官方朝中社發表了聲明 他說韓國很快就可以看到 設在朝鮮開城的沒有用的南北共同聯絡事務所會關閉 而且他還說明韓國是朝鮮的敵人 經過最高領袖就是金正恩 朝鮮勞動黨和國家的授權 他已經向對敵工作事務部下達命令 要果斷地執行下一步行動 如果韓國政府想了解朝鮮的下一步計劃 他就可以暗示對敵人採取下一步行動的權力 將會賦予給朝鮮人民軍的總參謀部 換言之下一步行動就將會是軍事行動 煙燒味已經非常濃烈 為何韓國會捉怒朝鮮呢 說來說去朝鮮方面的官方原因 就是有一群脫北者在朝韓邊境那裡 就去散發反朝單張 到底這個原因是否成立呢 若然是不成立的話 即是朝鮮只不過拿一件事作為借口 其實就另有圖謀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追本溯源 根本上這些傳單 就不是近日或近月才派發 而是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 自從2004年開始 即是十六年前 都已經散發這些傳單 當時金正恩的父親金正日 都還未掛倒 故此這件事已經連續發生了十六年 但在這時刻他才發難 而且散發這些所謂的反朝單張 到底有沒有一個實質作用 當然那些記者就不會找到朝鮮的民眾進行訪問 而那些脫北者他們的操作辦法是怎樣的 就是把那些反朝單張 塞進去玻璃瓶的樹 而且有時會連接小型收音機 或者是米糧甚至乎美金 這樣放進去 然後就通過一個升氣球 綁著很多玻璃瓶 就飛過去朝鮮的邊境 就打算散發給朝鮮的民眾來看 這個如意算盤 當然聽起來就很過癮 那些脫北者還說 這樣飛一些氣球過去 朝鮮的雷達是不會探測得到的 但自從2014年開始 朝鮮的陸軍 每當他們看到邊境有這些氣球的時候 就馬上開槍射爆的氣球 於是那些氣球就墜落在韓國境內 還未飛到過去就已經墜落了 而且根據一些 住在朝韓邊境的韓國村民透露 他們就說 有很多這些玻璃瓶 實際上 就算不是被人擊落也好 對於這些小村莊 就造成了一個長期的垃圾問題 而且根據那些村民透露 裡面就塞滿了那些爛魚網 或者是爛米 到底這個實際效果有多少 就不知道 反正 就有很多的部分 其實都接觸不到朝鮮民眾 反正現在朝鮮就執著這件事 作為一個官方原因 來反擊韓國 到底朝鮮真正的動機是什麼 就是眾說昏雲 主要分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對內 對內是做一個所謂的propaganda 做一個官方的宣傳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為什麼要對美和對韓這麼強硬呢 就是因為自從武肺爆發了以後 其實全球的經濟都是下行的 包括朝鮮也是 故此朝鮮急需要找一個敵人出來 來射除 以及轉移國內的不滿的視線 將責任射到韓國和美國身上 這就是所謂對內的原因 對外的動機是什麼呢 無非就是待中國出頭和待中國發聲 而且就是要擾亂美國對中國的部署 我們昨晚也有說過 朝鮮本身有沒有一個這麼強烈的動機 去主動挑美國和韓國機 但是一涉及到中國因素 整件事就不同了 現在美國對中國的部署 在地緣政治上有三大議題 分別就是台灣問題 香港問題和南海問題 而在這三個議題上 中國也是被美國吃著的 故此中國有什麼王牌可以反彰美國呢 只能出一招就是朝鮮半島的議題 在南海問題上和台灣問題上 中國基本上是無法反擊的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的航空母艦 有三隻已經在印太地區部署 這是非常罕見的 那三艘航母分別就是 列根號、尼米茲號和羅斯福號 列根號本身是停泊在日本的橫須賀港 現在他們將會駛向印度的太平洋地區 來執勤 而尼米茲號也在聖地牙哥港出發了 將會趕赴西太平洋的樹展開任務 至於較早前有過千名官兵染疫的羅斯福號 現在已經恢復正常了 在關島的一帶執勤當中 故此美軍現在部署了三艘母艦 在印太地區 台灣問題方面是怎樣 美軍已經多次派出B1B戰機 飛到台灣的外海巡邏 而且在上星期也派出了一架運輸機 飛越了台灣的上空 這兩個當然也是抗議和示威的行為 另外 今年美軍軍艦已經七次洗越台海中線 故此在台灣問題上 大陸可以操作的空間也不太大 至於香港問題 因為現在在夏威夷還在等待 由美方代表蓬佩奧和中方代表楊潔篪去談 現在還未談 所以中國唯一可以在現在這一刻出牌的 就是朝鮮半島 現在到底能否成功擾亂得到美國對華的部署 還未知 但實際效果有兩個 第一就是韓國政府馬上卻軟 我們昨晚也有說過 文在寅不想朝鮮利用一個這麼無聊的藉口 成功可以向韓國開拖 於是他馬上取代了兩個脫北者組織 而且他還承諾 要對這些放氣球和散發傳單的組織進行起訴 並且向朝鮮承諾 會在韓國推動立法 禁止相關人士繼續向朝鮮境內投放這些宣傳氣球 當然 這一系列對朝鮮的承諾 就是被韓國方面很多政界人士和人權組織批評 說他向朝鮮叩頭 而且文在寅本身的身份相當尷尬 因為他在威權時代 又做過人權律師 專門幫抗爭者、學生、打官司 當你做到總統大衛的時候 你反過來要取代脫北組織 你還去打壓受迫白的人士 你還不讓這些脫北組織去嘗試跟朝鮮的民眾接觸 這在道德上完全說不過去 當然如果在國家利益層面 避免跟朝鮮開戰 不是說完全說不通 但他的身份很尷尬 難免會遭受強烈的批評 比如說人權觀察組織批評 韓國政府現在等同於 向朝鮮的威脅扣頭 文在寅應該公開要求朝鮮尊重言論自由之系 而且文在寅和他的律師同行 過去為了保護韓國人權而奮鬥 但可恥的就是 文在寅和他的政府 現在完全不願意去捍衛朝鮮人的權利 這就是人權觀察組織對他的批評 第二個客觀效果就是 就是確立了金與正在朝鮮政壇的地位 因為根據朝鮮的勞動新聞報道 當他報道完金與正的談話之後 竟然連續三次都說了黨中央作為一個代詞 故此 似乎金與正已經等同於黨中央的地位 那麼黨中央在朝鮮裡面有什麼威勢呢 在朝鮮第一任領導人金日成 即是金正恩的阿爺還在世的時候 金正日被視作為黨中央來報道 到金正日在位的時候 金正恩就是黨中央 現在金正恩在位 都應該上載人間 上個月去過化肥廠的時候出巡 金與正就被稱呼為黨中央 故此 即是你根據過去的往跡 就會猜測得到 金與正可能就已經成為了朝鮮裡面的接班人 當然 現在朝鮮向韓國和美國發難 客觀效果就是做到這兩件事 到底能不能夠更進一步 可以擾亂得到美國的部署呢 這個就要拭目以待了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